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814集 真德 磕刀刺入心脏 萨罗阿古难以遏制地发出嘶吼声 像是在承受着地狱夜火的煎熬 声音凄厉苍凉 以大巫师的滴水不漏 作战前想必有为自己补过一挂吧 是否上上大吉 若非有监政帮我屏蔽磕刀 遮掩天机 想暗算大巫师 几乎不可能办到 术师脱胎于巫师 也只有术师能对付巫师的挂术 没有监政的帮忙 想打你们 太难 魏渊将磕刀一点点地挺进 萨罗阿古的心脏 让他体内灵力疯狂倾斜 让他身体机能在磕刀的侵蚀下 肥肃炎灭 仅仅两三秒 萨罗阿古就苍老了二十岁 形如枯膏 随时都会寿终正寝 局势突兀逆转 两名三品灵毁师 神色狂变 默契地做出相同的应对方式 双掌分别对准 萨罗阿古和魏渊 左掌鸿芒阵阵 激发萨罗阿古的升级 抗衡如胜刻刀的侵蚀 右掌隔空队魏渊 发动咒杀术 魏渊探出左掌 孤注大巫师的脖颈 右手则拔出磕刀 从侧面捅向萨罗阿古的脑袋 先用磕刀的力量消磨身体的机能 使其无法反抗 再用磕刀摧毁对方的元神 彻底让这位一品大巫师魂飞魄散 当时是剑光一闪 扑的一声 鲜血肥剑 魏渊错愕地看着自己的手臂被斩断 鲜血狂勇如全 被斩断的手臂连带着如胜刻刀 一起被一只手握住 这是一只金光与乌光交缠的手臂 从萨罗阿古眉心探出的手臂 魏渊皱了皱眉 毫不犹豫地后撤 远远地拉开距离 凝立虚空 审视着萨罗阿古 咔嚓咔嚓的 血肉胶织如动 骨骼再生 一条全新的手臂凝聚 魏渊吐出一口气 护体神光重新覆盖身躯 凝成铜皮铁骨 方才手臂被斩 并非他防御不强 先前势敌已弱 被三位高品巫师以鲜血为媒介 施展咒杀辱 魏渊当场重伤 五夫引以为傲地踢破破功 随后抓住战机 出其不意 以如胜刻刀 袭击大巫师 萨罗阿古 这一系列操作既要示弱 又要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 容不得委员恢复同匹铁骨 只是没料到 对方亦有后招 萨罗阿古体内 缓缓钻出一个身穿龙袍的男子 五官端正 眉毛略浓 一双眼睛 称斥着深深的恶意 细看之下 这位龙袍男子身体无暇如雨 金灰与乌光在他体表交缠 既神圣又邪恶 阳神 贤弟 贞德 知道你未冤善谋 敢打到靖山城 多半是有依仗的 你陪我玩了这么久 我也陪你玩了这么久 咱们哪 不就是想看看对方有什么底牌吗 萨罗阿古笑咪咪的 如胜刻刀 想不到你也能使用如胜刻刀 你未冤 竟还是个星系苍生之人 他体表血盲闪烁 胸口血肉蠕动 转瞬间恢复如初 皮肤皱纹退去 但是 这位一品大巫师的气息 终究是衰弱了许多 正如魏渊的气血 此刻已跌下三品巅峰 咔嚓咔嚓的 骨骼碎裂 血肉坍塌收索 龙袍男子将魏渊的手臂 炼化成纯粹的气血 张嘴射入体内 滋味还不错 想必你的气血更不错 龙袍男子一边笑着 一边把如胜刻刀握在掌心 充满污秘的 堕落的浓稠液体涌出 一点点的侵蚀如胜刻刀 摸灭他的灵性 正如当初地宗到手 短暂的污染镇国剑的灵性 魏渊深深的看着他 似有悲伤 似有失望 长长的叹息一声 哎 原来是你 真的是你 朕得地黑了一声 嘴角勾起残忍 阴狠的笑意 看了眼被黑色浓稠液体 一点点覆盖的如生刻刀 我需要点时间来封印他 你也需要点时间来恢复 看在过去君臣 二十多年情义的份上 你有什么想问的 尽管问 萨罗阿古没有反对 他的伤势比魏渊直重不轻 平远博操纵的人牙子组织 是在为你效力吧 朕得地点头讥笑道 你自虚为国为民 但如果不是你对平远博步步紧逼 我就不会设法除掉他 楚州屠城案 也许就不会发生 然后容忍你 继续蚕食无辜百姓的性命 魏渊大大方方地取出一枚瓷瓶 啵的一声 弹开木塞 把捕弃的丹药全属灌下 几秒后他脸色恢复红润 太息着说道 你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朕得二十六年 地宗到手污染了我 断了断 他眺望着远处弥漫的战火 缓缓说道 我的身体一直不好 那些能生死人肉白骨的灵丹妙药 于我而言没有太大作用 一国之君气运加深 能活多久 其实早有定数 以前我并不觉得 长生有什么好 生老病死 天地规律 但随着年纪增长 我开始畏惧死亡 渴望长生 但如胜都无法对抗天地规则 何况是我 直到朕得二十六年 地宗到手污染了我 他告诉我 人间君王无法长生 总是超频 也改变不了这个结局 但他可以让我活得更久 远比正常君王要久 那时候 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我没能经受住他的蛊惑 便同意了 委员眯了眯眼 所以 贞德二十六年 你把怀王给吃了 贞德帝脸庞泛起极端的邪恶 摇着头 不 是童话 我炼化了他的魂魄 接收了他的记忆 他既是我 我既是他 这才是一气化三清的奥秘之一 只是夺赦的话 肉神和元神是不契合的 后患无穷 相当于断绝了修行之路 我怎么会做这种自断后路的事 遗憾的是 我并非正统的道门中人 纵使有地宗道手助我 强行炼化怀王元神后 我的本体诸魂 依旧出现了残缺 没有地宗道手这位二品的帮助 他不可能施展一气化三清之术 魏元思索了一下 那圆景呢 圆景也是那时候被你吞噬了 真得地摇着头 他们兄弟俩本该在那时一起与我同化 但我说过了 炼化怀王魂魄后 我的主魂没能修复那部分剥离出去的魂魄 出现了残缺 这样的情况下 我又如何在吞噬圆景 只好改变计划 让地宗道手以道门迷魂大法 抹去了圆景的这段记忆 接着 在他石海里埋下了磨念的种子 而我 做好一切准备后 假死退位 藏入开辟出的地底龙脉中 那里是唯一能避开 坚政注视的地方 我静静折服着 在等待机会 等待炼化园景的机会 出乎我预料的是 园景以我为鉴 不再放权首辅 一边历经图治 一边权衡各当 大风国力 蒸蒸日上 气韵加深之下 我根本没有机会吞噬它 直到 你的出现 魏元一冷 你忘了 真得地盯着魏元 嘴角的糊涂 一点点的夸大 一点点的夸大 袁静六年 北方的独孤将军逝世 你亲自带兵出征 打退蛮族大军 从此一鸣惊人 你不妨再想想 你是为什么才出征的 魏元瞳孔一下子放大 如遭雷击 朕得地狂笑起来 堂堂大奉皇后 母依天下的皇后 竟然与宫中宦官对食 而那个宦官 还是他入宫前的青梅竹马 哪个男人能承受这样的打击 何况是袁静这种刚愎自用的皇帝 他笑得猖狂 笑得肆意 笑得前辅后仰 从那时起 袁静石海里的磨念终于复苏 慢慢地侵蚀着他 污染着他 袁静当时之所以不杀你和皇后 是受了磨念的影响 变得阴冷较证 了解你与皇后的往事后 改变心态 想见皇后来控制你 而后便是山海关战役 那场战争动摇了大奉国运 山海关战役的尾声 我趁机炼花远景 去而代之 去待远景后 我痛定死痛 不再碰女色 潜心修道 一边炼丹福尔 一边让平远博 继继续劫人口 四十余年 终于修出阳神 踏入二品杜结期 卫元 你说我要不要 感谢你 真正的远景 遭在二十年前 便不在了 我可以额外告诉你一个秘密 当年偷偷向远景告密 泄露你和皇后关系的人 是太子的生命 是太子的生母